他高深莫测魔力满天 是暗影刺客的最高统治者 他隐藏实力能打能扛 单刷组织能一击必杀 清凤对首领1v1复仇之战正式开启 首领的内心根本不屑 区区一个暗影刺客的绑尾 还能秒了我 他先变身恶魔形态 战场瞬间无缝切换 接人一秒巨人化实施体型碾压 以及魔刀将士天崩地裂 强大的剑气 逼着清凤后退百米 接着他再趁机 一招狠扫千军 好在清凤冻月空中转体 在绝地反杀人剑合一法剑的攻击 急刀过后再抓紧时机 给对方贯穿一击 但却并没打出伤害 首领继续剑拔怒张一击 天降真意就把清凤斩退了百米 高手就是高手啊 首领完全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吃刀而上招招绝杀 清凤渐渐落入下风 首领趁机发出致命一找 但此招一出 觉醒了清凤幼年的悔意 师父生前与其对决时曾说过 首领的刀能让人陷入幻境真假难分 人称恐惧之刃 而他的弱点就在于突破幻境 分出虚实 然后一击必杀 他用手说不上 这招一定是虚招的 历经千辛 清凤终于复仇了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一件并没有结果的对方 面具随从竟用自身替他扛下了伤害 而且他竟然还是个AI 斯特国的机器人 此绕一出 首领也才真正意识到 排名最弱的清凤一直在隐藏实力 其实他才是其他影中最恐怖的存在 要不是有着机器人 估计这一刀可以将自己直送西北 到此时 首领才确认 清凤是真的知道自己命门所在 不过他丝毫不慌 毕竟按道套路 高手对决 胜败仅此一招 错过就是错过了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清凤此时以气欲见两眼一钉 表示 那你试一试 接着掏出大砍刀 就摆出了开干的架势 打算每一开二度 两人目光交错 空气中战火沸腾 但不料对方不讲武德 竟然小弟打开头影模式 在线播放出十三被抓的直播 以此威胁清凤 半个时间后 就是谁要的五分世界 清凤嘴上虽说着 收十三为徒 也只是他复仇的计划之一 但看到徒弟被擒 内心却泛起了涟漪 清凤也陷入两难抉择 但很快 他收拾情绪二话不说 直接大步流星 挥刀直上 烧心尖装赶紧掏刀 变身应战 刹那间 在两大高手正面硬刚的时刻 清凤竟临时变卦 砍向了几刀 这一剑下去顿时第一标炸裂 烟雾四起 随从瞬间被废成了渣渣 而首领身后的墙壁 也被开了个大洞 清凤早已不知所踪 于此同时另一边 一帮子小野怪 不怀好意地围住了十三 正当他们要下嘴之时 突然绿光一片 蛇妖群被瞬间秒杀 十三被成功救出 但你以为就此结束了 不 俩人才逃出没几步 清凤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十三所中之毒 会在接触后迅速传染 名为一人中招全家升天 而让清凤中毒 才是慢珠沙滑最终的目的 清凤当场怒气飙升 随便一咀 一块小死的 就差点让对方直解升天 好家伙 毒女被打得瞬间蒙了个灯 没想到中了毒的吊车尾 竟然还恐怖如斯 但一切却并没有结束 在十三苏醒过后 清凤就对她说出了一切 为了不拖累她 清凤还在教授她 自己真正必杀技 清云剑法之后 就打算离开 因为很快 组织就会找到她的位置 继续追杀 果然不出一天 刺客们就已杀到眼前 虽然这一帮子小杂鱼 在清凤的面前 那全是弟弟 被她连连轻松秒杀 但她也知道 不会如此轻松 果然两大暗影高手 随即出现 老对手曼朱沙滑 知道清凤已中毒 不能使用内语 于是趁机开大 摔出无数彼岸花针 但却被清凤一记 平A消失殆尽 殷昭华当即改为近战肉活 但又怎么可能是 平A王的对手 不出三招 就被清凤稳稳压制 而同时 队友石门即使助攻 直接一拳 九九家就抡向了对面 瞬间火花四起 烟雾弥漫 但按照动漫第一套路 有烟无伤 石门再次垂向了地面 地标瞬间炸裂 在烟雾中逼出了清凤 但清凤的战力 也不是改的 面对无数的巨石 他微微笑 一箭破方 急速冲出 硬风硬 刚上刚 石门虽竭力防御 但奈何 实力不允许 当场击杀 而满珠沙华 还在搞东西 清凤只是转头一指 又是一记 透心凉 但他还在作妖 化善为刃 想要逆势翻盘 不料清凤趁机 前驻对方 掏出小刀刀 就瞬间反杀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但姜也伤得不轻 你以为 这就结束了 不 螳螂 补缠 首领在后 他决定 亲自开刀 而第四季 九词止步 那么 清凤到底结局如何呢 下一季 拭目带